6月23日周六下午2点左右,在天津市和平区某公司加班的张小姐午休过后,回到自己的工位上开始工作,无意间身腿时,碰到了办公桌下面的一个物体。 好奇的张小姐俯身观看,竟然发现这个物体疑似微型摄像头。张小姐非常惊慌,立即向部门负责人反映了情况。在部门负责人的协助下,张小姐选择了报警。 解放录制安派出所民警,经过细致侦查,当天下午就将违法行为人李某抓获。 网络配图原来,李某与张小姐系同一公司同事,当天也在公司加班,出于猎奇心理。 中午时分,趁张小姐午休离开工位时,李某将一个微型摄像头安装在了张小姐办公桌下,实施偷窥行为。 而令李某没想到的是,微型摄像头刚装上不久就被发现了。 目前,李某因偷窥他人隐私,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。 针对此案,民警提醒女性市民,严严夏日在穿着清凉的同时要提高警惕,特别是出入公共场所时,要留意身边有无可疑人员或可疑物品,发现异常应拨打110报警。 编辑章